现在要增加家电放水 水量马上会增加 回味两年 增温水库达到满水位 即将进行放水 库水宣泄而下 以每秒350立方公尺水量放水 激起壮观的水花 还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观看 之前不是缺水吗 难得现在还有泄洪的机会 赶快过来看一下 由于距离上次 增温水库泄洪是2019年8月 历经干旱缺水 这次泄洪还有线上直播 至于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华水库 这几天又达到180公尺满水位 进行第三次溢流 在台南地区 从6月30号开始 就恢复为水情正常 相关的一个解水措施 也在那个时候就同步的解除 尽管这几天的降雨 南华水库全都留不住 但现在是二期到座公灌期间 希望在灌区有效降雨 减少公灌水量 把水存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